好副總統的賴清德今天下午是在總統府內出席由工藝團體所舉辦的活動 現場至少擺了二三十個攤位這個擺在總統府內 賴清德是逐一逛了這些攤位 有些是賣吃的有些是一個互動遊戲 那有些呢是小朋友的表演 那麼其實賴清德逐一是跟這些小朋友有所互動 一起來看最近現場 我們拿 那我也來 那我放 好可以看到賴清德在這一個丟保齡球的一個攤位這邊 他保齡球一丟以後所有的保齡球都倒只剩一根綠色站著 現場就有人說只剩綠色站著其他顏色都倒了 剛好倒下去的有藍白兩色 其實是代表說這次二零二次這個大選當中 賴清德會獲證嗎 引發這種聯想 那其實現場是有些人是笑的出來了 那不過其實最近這個大選的部分 在新北市侯友宜這邊 深陷了兒童胃藥事件風波 那麼侯友宜今天是幾次要賴清德要檢調 來負責把這個案子查出來說 藥到底是哪來的 要賴清德來負責檢調來指揮 來這個查清楚 那對此相關提問賴清德 今天下午是都沒有回應的 不過在總統府內其實出席 這個兒童的公益活動 看出席清德是非常在乎 更重視兒童議題 是非常在乎的 在新北市場時期 歡迎在新北市場時期 下次大家看一下 請問JD